20日凌晨,王力宏发长文回应后,李静蕾发长文回应王力宏 针对王力宏所说2003年演唱会认识 但是后,蓝梅联动差不多有十年时间关 遇财产分割,关于被勒索和威胁 他一一解释并再次强调王力宏对婚姻不忠 此外,李静蕾表示自己会持续回复其他问题 原文如下,王先生很遗憾的我们要走到这一步真不堪 你为了保全你自己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 犯测不可耻可耻的是不知悔改 持续撒谎欺骗大众混淆视听 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认为最好的公关方式就是试图摧毁 另外一个人的名誉和误导大众转移焦点 Nice try 一,你没有对我们的婚姻不忠 期待你的一一回复 二,2003年演唱会认识但是后来没联络 差不多有十年时间 可能你的朋友太多记性不好 那次以后我们有一起游车和大桃园 还到你的唱片公司同事家里吃饭 被拍到的妇产科做脸一起吃铜寿司 东京刷刷锅密痕刷刷锅 华纳威修看电影跟你前女友同场那次 还有你跟另一个前女友还在一起的时候 万叶两点月炮出来安和路找我聊到早上那次 生日派对等等的你都不记得了 都是从2003年开始不时联系陆续发生的 这些场合偶有我们当时的朋友也可以作证 三关于财产分割 一,赡养费确实一毛都没有要 二,关于你出事的洛杉矶房子 和股票请不要试图混淆是停 截图里明明有清楚写著 The party is on 洛杉矶房产家joined Investment account 股票投资账户 是已经在各自双方名下原有的财产 不是你因为离婚要分给我的财产 这些费用是我们原本之前就一起 共同合作工作各自获得利益的分配 跟这次的离婚无关 三,唯一有谈到的费用确实是 如我所陈述的仅有 孩子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以及现有的工作人 原不要解雇 还有你特赊免费 让我借住房子18年再还你的房子 所以呢 读者不是傻子 不要试图混淆是听 费用就是如我所陈述的 四,关于你活在恐惧勒索和威胁之下 事实是相反的 请见以下我们看的心理师的专业分析 有清楚说明 我才是长期遭受精神虐待 mental abuse 羞辱 和被你情感操控 gaslight的那个人 不是你 另外 他认为是你有性成瘾 sex addiction和自恋型人格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的问题 他也说 你的问题是你会跟亲友造养 我有精神疾病来诋毁我人格 而这种行为不可取 图文中提及 李波比是王先生小名 sasha是我小名 心理师说你会一直想要换心理师 直到你可以找到会被你说服你太太是疯子的心理师 你所说的五个 其实只有两个包含这位是有真正咨询到的 其他只有时尚 在资商过程中 会有各种杀盘推演或是角色扮演或释放情绪等等情况 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安全空间 你如果有录音 是违法的而且有可能是不实的毁谤 五 今天比较晚了 关于其他问题我会继续回复代序 在12月19日晚11点09分 也就是李静蕾在回复前两个多小时 王力宏发长文回应风波称李静蕾指控为不实 王力宏称今天是自己人生中最难过的一天 是一场剧烈剧痛的噩梦 他还表示自己和李静蕾结婚后 一直生活在恐惧 勒索和危险之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